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由广州一路驶到尖沙咀的总站 跟着坐船过海 就可以去到中环 货亦都一样 就在尖沙咀的九仓那里落 跟着搬隔离 上货 上火车就可以去广州 或者反过广州的货 就可以在这里落 跟着九龙仓就坐船过香港岛 所以这个就是规划的配套 你看到这张图中间有一个黑色线 黑色线就是那条铁路 这条铁路呢 就当然在1911年通车 这条铁路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是两用的铁路 什么叫两用呢 它既是穿去广州和沿线的城市 但是它也是本地 九龙和新界连接的一个重要的交通工具 因为有了这条铁路 所以才将新界和带动在新界 而这个的简这条铁路 当时有两个方案 当时建这条铁路呢 有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呢 就是由尖沙咀起程 就是现在这条线呢 就是现在九龙铁路 现在叫什么东铁 现在东铁这条线呢 另外一个走向呢就是 一样在尖沙咀出发 经深水埗去泉湾 绕过泉湾的屯門 就是现在说的青山公路 绕着那个山脊 然后就在屯门元朗上去 他喝点,就去深圳 类似今天的西铁 不完全 因为西铁就在中间 在荃湾转了那个隧道出去 他就没有想过去反路隧道 就是以往沿海跟弄逛大湾出去 那就再计算一下 其实如果是沿西边做铁路呢 是容易到ية的 容易到的 現在這一條,他當時要炸開山,再來做隧道 其實是在當時的科技來說,是困難過沿海起的 但後來他決定了一樣,為什麼會用這樣的方法 選擇用一個比較難的方法 正正就是因為,所有東西已經集中在西邊 元朗屯門老祖已經幾百年前已經是一個城市的中心 現在我們九龍也都是以西邊為中心 所以如果我們再整條鐵路都是依在西邊的話 東邊就從來都沒有動過,永遠都帶動不動,動不到 所以他就想,倒不如我畫一條線就是由油麻地,然後上去 九龍塘,然後經大圍沙田一直這樣,就令到新界東可以發展 這個是當時的,就是因為西邊已經發展了,水路在西邊 所以東邊就蓋了一條陸路,就是那個概念 所以就用一個最,當時最難的方法 而且在香港開山是難過在其他地方開山,因為香港是花崗岩石 那個石山更難作,所以,但是你也看到 這個就是跟地理的那個考量,那個規劃 我們可以說這條鐵路差不多經歷了九十年之後 才想到我們要整條西鐵 其實這個西鐵的走向,基本上是按照當年這條鐵路的設計去想 只不過中間後來就想到,如果照跟屯門公路 其實就沒有意義了,倒不如就在中間開山,就穿過去 就不要將所有東西,因為在地理上 他一定要以前,青山公路和屯門公路的特色就是 他一定要跟著那個山邊走過去 然後就所有都是要經過屯門和元朗 先經屯門,再去元朗 所以大家記不記得九十年代 為什麼屯門公路突然間,整天都塞車 整天都塞車,九十年代初 其實一向都有的,本身已經有青山公路 再加一條屯門公路,但是整天都塞車 那時候就是因為剛剛新興的天水圍這個區 搬一堆人進去 所以令到大部分人,因為那個走向是先要經過 先要由攜至頭的地方坐車 坐巴士 然後就在那裡經 荃灣 跟著就青山公路,屯門公路這樣繞 跟著進屯門,進完屯門才去元朗 你住九龍的話,跟著還要再去天水圍 你沒有過半小時,是不能進去的 你一來一回就有三個小時 起碼還要計塞車 記不記得那時候還沒有大嵐的時候 記不記得那時候還沒有大嵐的時候 為什麼會 所有東西都被迫在同一條路 由美夫一路去就一路塞 就塞到屯門 如果你住元朗就很痛苦了 所以為什麼後來西鐵會改了那個路線呢 就是寧願在中間開條大嵐隧道 以及開個鐵路 就是先經元朗再去屯門 先經元朗,天水圍再下屯門 這樣就令到兩個方法 公路的就可以在前面 就是屯門、元朗這樣去 另一條路就是由元朗進去 這樣就令到他形成了一個圈 打圈了 這樣就令到他不要所有東西都塞去屯門 這個是因為科技 沒有科技的話就做不到的 怎麼轉個山呢 還有,你回去找一本書看 是科技大學出的 華南研究中心出了一本 鄧氏家族的 當時建這些墓的一個文件集 就叫拗數了 很好看的,那本書很過癮的 你現在用我這麼多地方 那些全部都是我們祖先的風水墓地 這樣就要他賠 我不要錢 我現在要賠地 風水賠風水 風水賠風水 就是在這裏出來的 這個案例 你拿了我們祖先族譜寫到明 這些全部風水好地方 保佑我們家族又怎樣怎樣怎樣 又發丁發財發貴 現在你動了我 你知不知道很大問題 那香港政府都一頭霧水 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即是你叫我賠錢我認識 風水怎麼賠啊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怎麼賠 所以你要留意 由九十年代開始出現了 逢是新界的政府工程 在完善就會多了一堆等負 有沒有見過什麼叫等負 即是有個盤 有五支竹插在那裡 竹上面是畫了一符 前面有個香爐可以拜的 其實是由政府給錢的 不是鄉民給錢的 因為當時傾出來的條款就是 因為你風水換風水嘛 那怎麼辦呢 就是用這些東西去講 其中一樣就是政府出錢去做法事 跟著賠搬遷費 跟著搬遷不是搬 而是指你要賠回一個 我們認為風水好的地方來交換 所以平山文物敬 上面那個那個景柱 舊景柱 元朗那個景柱 它不就是風水換風水換回來的 你挖了我幾個祖先的霧尼喜功路 我讓給你 不過你賠回一個地方給我 我們第一個選擇的就是這個景柱 你看回那本書 一時間鄧氏不知道什麼 總之跟風水那些往來文件來的 往來文件的紀錄是很有趣的 即是說 這個都是跟我們理解新界地理 每一個人應用規劃是不一樣的 所以天水圍景柱 為什麼會來平山這麼近呢 就是因為將它搬了過去 就建一個新的 就將這個地方 給回 不是給回 給鄧氏 去用 那它用來做什麼 大前提就是要做博物館 即是要開放給別人參觀 即是你不可以拿來打麻將 那些又不行 那些一定要公眾用 但是你怎麼說就不理你了 但是 這個就是很特別的一個案例 明天有機會 講到元朗的時候 我們才講它 那這個範圍就是新界 現在看到的新界 這個範圍 即是我們現在的 現在其實我們都有變了 我們的海界不同了 是擴闊了 那以前的海界 它也是 這個就是1898 這張圖不是 這張圖是1941年的 日本人畫的 1941年日本人畫的圖 這個呢 但是這個範圍就是新界的範圍 當時新界是怎樣的呢 就是1898年的時候 因為不夠用了 那就租借了 那這裡 就奠定了我們今天的 香港九龍新界這個範圍 現在我們經常講我們香港 香港 香港就指這個 香港已經成為了一個總稱 從最初一個村 變成一個島的名字 再變成一個大香港的一個範圍 那它當時畫的那條界呢 其實是以這裡 這一條 深圳河 以深圳河為界 深圳河是一個自然的河流 但是呢 去到深圳河的東邊這個位 沙頭角呢 其實它的出海那個位是很窄的 是一個沙岸來的 因為它叫河嘛 就把那些山上的沙呢 都帶出來 所以在沙頭角這個位呢 那個出口位呢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看的話 就是很多 很多麗沙的 還有呢 是很窄的 那 因為它是朝退的時候呢 其實可以走到沙地 過到對面 那以前來講呢 它本身是一條村來的 沙頭角有十幾條村 連成了一個約的 就是連帶在這裏 這個沙頭角 它又連帶一直連過去這裏 可以去到很遠的地方 那他們本身十幾條村約 就連在一起 那就 但是因為條約的關係呢 就以這個做 那條界 那剛剛這個沙頭角村呢 那條河就在沙頭角村的中間 就穿過了 那就迫著就要將這個 這條村就分開了 那就形成了 後來講的中英街的一個出現 就是 喂 你條約就這樣搞而已 但是你現實上 阿媽住對面的 我住這邊 現在你在中間畫一條界 令到我見阿媽都見不到 那是很大件事的嘛 於是呢 才另外再畫一個區域 另外再畫一個 就是說這個村呢 的人呢 他是有一張證件 他們是可以在這個區域 互相自由走進去的 但是他們要離開這個區域的時候 所以就有個警缸 他出去 坐巴士 坐小巴 沒有巴士 坐小巴出去的時候 他就要拿那張證 給那個警察看 那他才能夠出去 他進來的時候 也都要拿這張證 要確保你真是這裏的 兩樣東西 要確保你是這裏的居民 還要確保你是我這邊的居民 市民 你有這張證 但是你是深圳的 那麼你最多 就只是 不過後來不給 深圳那邊不給過來 香港那批可以過去 對面 又可以 因為他們是同條村的 可以 但是他們不可以出去 因為它就是 一個很特殊的空間 所以後來深圳那邊 也是 只有他們當地 住在那裏的人 才可以在這個區域裡面 生活 有一段時間就可以開放旅遊 現在不給了 現在不給了 有一段時間 沙頭角都可以去 你申請到禁區子 就可以去參觀 沒有東西的 其實 你看看你不是香港人 但是你不可以 但是你一樣過不到中英街 你要是當地居民才行 就是說 如果我們就這樣拿張 按區子 只是進入到 香港這邊的沙頭角村 過不到對面 那以前呢 就是有一段時間 開放旅遊的時候 如果你要去看 那你就要在香港 過了深圳 然後去那邊 就是你最起碼都要在羅湖 羅湖 坐大半個小時車 就去沙頭角 就在沙頭角那裡 又拿那邊的禁區子 就進去那個區域 走個圈 但是那裡又不可以 走回來香港的 你走的時候 又要沿路 繞走 又回到深羅湖 是很複雜的 那麼 這個區域 本來這班人 是互相識的 是互相活動 走來走去 在那裡做貿易 有一個叫做沙頭角區 是他們在那裡做貿易的 但是因為整了一條街之後 就慘了 這個地方就變成了禁區 那所以 以前他們賣東西 我拿些菜 走來這個沙頭角去賣 那你買完 那就馬上賺錢 但是很可惜 因為他整了禁區之後 他們不可以 除了這條村裡面的人 自己直接可以往來之外 其他隔離村的人 已經不能夠再進來了 那麼這個村 就變成了一個 封閉了 也都不能發展 因為他不可以跟外面 如果他是 譬如你這麼不幸住 在沙頭角村 現在你種菜的 那你這些菜 拿去哪裡買啊 你就只能夠拿出去上水 那就由那裡 然後呢 起碼要坐半個小時 至九個自車 坐個小巴 就出去上水 逢是要買東西 本來以前走過對面 就買到的東西 現在全部就只能夠出上水 跟著又再回來 那所以 為什麼禁區那幫的村民 那麼痛苦呢 為什麼那麼落後呢 那個空間 就是因為 那個地 就是政治的問題 令到他條街 由一個本來一體的地方 被人中間斬開了 切斷了他整個生活圈 所以禁區那邊的人的生活呢 就是 就是除了老人家之外 基本上呢 就沒有的 除了度假之外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或者他 當然今天不同啦 為什麼呢 今天不需要 今天的生活不再需要 一定要 他肉身走了出去 你上網 不停在那裡按股票 那你家裡按得的嘛 那他靠這些生活的時候 做KOL那些 不用出去的話 那他就在沙頭角 他就沒問題 又便宜些 又封閉那個地方 封閉的意思就是說 他不需要出外 他省了 你交通都省了 如果你是不需要出外 那這張圖呢 就奠定了我們整個香港的範圍 那這裏 就因為 這裏原先是河來的 那河兩邊呢 就蓋了鐵絲網 那就成為那個界 那沙頭角呢 因為有人住的關係 所以他就不會蓋鐵絲網 所以後來也會出現了一個所謂戒石 為什麼是零零碎碎那個位 因為那裏有人住 於是就在那裏 就動立了若干的戒石 這塊石 中文那邊 就是中國的 英文那邊 就是講英的 就是香港這邊的 到時候就動兩個警察站在那裏看 他那個特別一點的 他是派給警署負責的 尤其是二戰之後 二戰之後 所以你今天如果要去沙頭角呢 他是 不是跟警署申請 不是跟入警署申請 不是跟入警署申請 要專門要去那間打鼓嶺警署那裏申請 要特別去 將來有機會可以去的 香港這邊 香港這邊可以去的 我這裏 這裏 這裏有條線 這個 這裏有條虛線 那邊 這條是海界 這條是海界的線 海界的線 即是說他只是在地圖上出現 在現實上是看不到這條界的 那那個運作是怎樣的呢 就是這個 這裏 這裏 這條直線 這裏上面有一個地方是藍頭 剛剛這個位置 在這裏用測量的方法 畫一條直線 由藍頭的縣城 一直畫一條直線 拉下來 碰到大嶼山的篤 即是那個邊 剛剛這裏 這個位在哪裏呢 大澳 所以大澳山上面有這塊石 好 接著再穿透它 下來下來下來 就去到大澳南邊 這個出海的位置 這個叫漁南戒石 就在那個叫做 九嶺蔥這個位置 即是如果你有行山 在石壁水塘下車 沿著那條山路 行山那條路 一路走進去 不是很遠的 三個小時左右 走 兩個多三個小時 走到這個位置 就看到這塊石 那這塊石呢 就是在山邊上面 高高的地方 就有一個 大概一個人高一點的 一個石座 那總共這塊石呢 有三塊 一塊就在大澳 漁北戒石 即是今天說的那個叫做 楊侯廟 大家知道 如果你去大澳 有一間楊侯廟的 楊侯廟的門口 看過對面 那個山仔那裡 那個山仔很過癮的 剛剛有棵樹 零零射射在山上 有一棵樹 那棵樹那個位 那個位就是那個戒石 以前沒有那棵樹的 為什麼呢 他是要別人看到那塊石 不是要看到那棵樹的 這個是後來的 以前是為了 為什麼 因為他看到這塊石 他就知道現在已經 駛進了香港的範圍 譬如這艘船在這裏 澳門過來 一見 他在船上 看高的東西 他看得到 看得到 這裡有個尖尖的東西 那你就知道了 即是說我們現在 進入了香港的水域範圍 那這個呢 就在南邊的 在這個位 在這個位 那現在叫做 漁南戒石 兩塊 就在香港的 還有一塊 第三塊 就不是在香港的範圍 就在這裏 大澳 在大澳 在大澳 在大陸 在大陸那邊的 那這個呢 現在搬了去 大澳 不是 大澳那個 鎖城裏面 那個 那個 賴 賴什麼 賴恩爵家族裏面 那個 的博物館 那個 散了 三件東西 就躺在地上 用玻璃罩著它 那這兩個 就在原位沒有動過 在原位沒有動過 因為它動了那塊石 在那裏 所以也用測量的方法 就是在那裏 畫一條直線 下去 然後就用 葡台島的南邊 畫一條 橫線 所以你們就是 交匯的 這個位置 但這個只能夠 在地圖裏面 見的 即是在現實上 去到那裏 你看不到 香港 現在靠什麼 現在靠雷達 不是靠 不是靠這些 這樣的方式 因為海上面 怎麼會有東西浮在那裏 於是 就是說 我們那個界 就是由這樣 去畫出來 於是 在這個 虛線範圍以來的地方 就屬於香港 屬於香港 出了去的話 就屬於所謂的 公海 國際海水域 公海 大家要得個知智 所以如果你要講香港 譬如說 你是一個風水先生 你現在要講香港的 榴槤怎樣 那你首先就要 拿這張圖出來 因為這個才是範圍 那你說 不是喔 現在你又送多幾個島 給你用喔 那你那張圖的範圍 就不同了 不同了 即是說 那個地方的東南西北 也都不同了 因為那個中間位不同了 因為那個面積的問題 面積不同了 令到你那個空間 那個界線不同了 令到你中間那個 中心點不同了 那你沒有了 中心點怎麼量度呢 所以說 這個界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會動的 其實這張圖的界 已經動了 回歸之後 已經動了 這個界 因為很多現實的問題 這一塊東西 這一塊東西 究竟是怎樣的呢 因為這裡有條水界 拉到下來 拉到下來 那問題呢 就是 那就是說 如果我在大嶼山 找個艇 基本上 那個艇 一離開了 那個岸 就已經進了公海了 不可以拉的 所以有很多現實問題 所以九七之後 就刻意把這條界 推了出去 推了出去 就是好像這個斜線 它就把這個 向這邊移了 所以你出了海 都可以 某一個範圍 都還可以拉人 那這裡有趣的地方 而且呢 還有一個很搞笑的 以前的歷史上 但是你有興趣 自己去探究它 就是 你知道 它當時的條約 就說 水邊為界 但是 問題呢 就是有潮漲潮退 那潮退之後 燃了那個陸地出來 那究竟那個陸地 屬於誰的呢 屬於中國的 屬於公海 還是屬於香港政府的呢 那就是有很多很模糊的 以前沒有解釋這些 很模糊 所以出現了一堆 很有趣的走私活動 當全香港沒有雞吃的時候 那裡是最多活雞可以吃的地方 那你怎麼來的呢 那就是因為那裡出現了一個這樣的歷史問題 所以為什麼後來那個界會退了出去呢 那不理你潮漲還是潮退 總而言之你都在我的範圍了 那就是因為這些這樣的問題 唉 說得那麼遠 那就是弄了九龍 九龍呢 九龍來了 就是撥歸了入這個範圍 你看一下 1998年之後呢 就拓展了新界 新界的意思呢 就是指界限階以北 所以到今天為止呢 還有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就是地租 界限階以南是不需要交租的 不需要交地租的 如果你是業主 但是界限階以北 是需要交地租的 你知道啊 是不是住九龍呢 住香港就不用交的 但是如果你按舊市那個 因為它是根據條約來決定的 所以最麻煩呢 就是很多人搞極都不明白 為什麼九七之後 九七之前我不用交啊 但是九七後反而回歸了 反而要收啊 那個界限階以北的地方 其實是因為那個條約 所產生出來的一些 法理的問題 法理啊 就是那些 怎樣去理解那個地權的問題 好了 那它當時怎樣去計的呢 就是以 就是那條馬路 就是那條 現在說的那個界限階那條馬路 這條馬路以北的地方 它就開始就要收這個租 好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出現了一個新的詞語 由一九三七年 這條打錯字了 一八九八年 一八九八年 不是一九八 不是一九八九 是 一八九八年 是 他們兩個剛剛調轉了 是 一八九八年 就 新界歸入 港英政府 但是呢 一九三七年 就出現了一個新的名稱 就叫做 新九龍 是一九三七年 廖靠龍 廖靠龍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字呢 其實這個位置 本身是屬於新界的 但是 因為 當時它畫這條界的時候呢 就是 因為是地圖 拉一條橫線嘛 那所以去到現實的時候呢 在一八六零年的角度 就覺得 我這樣畫這條線 它根本就是一個 荒蕪的地方 所以 我怎樣畫它 也是荒蕪的嘛 它沒有人 根本就沒有人 但是呢 經過它一段時間發展之後呢 它因為在九龍開通了一條羅便神道 後來就改名 因為 因為這裏 半山有一條羅便神道 所以 九龍那條羅便神道呢 就都是改名了 就改了做尼敦道嘛 尼敦道以前不是叫 尼敦道分幾次起的 那就開通了一條 今天的尼敦道 由尖沙咀 一路就通到去 界限界 好了 通了之後呢 就因為它成為了九龍的幹度 核心 這條核心呢 令到九龍發展得很快 所以當時就沒有想過 就是最早期沒有想到 它發展得那麼厲害 那死了 人口越來越多 於是就要 界限界呢 它雖然建了一條馬路 但是其實它不是一個天然的界 是一個人為的界 所以在這條馬路的兩邊呢 都有人住有人活動 有人住有人活動 但是 你對於一個城市的 它又沒有理由整條鐵絲網的嘛 這裡呢 就是新界這邊的九龍 很不切實際的嘛 所以呢 後來就發覺呢 很不方便 它就想到 我們要將九龍呢 就要由界限界 移到去 這個山邊 即是不能夠用 不能夠用界限界 來作為新界與九龍的分界 反而要用回自然做分界 所以你看回今天的地圖 或者地區 你會發覺 譬如黃大仙 觀塘 或者 旁邊什麼 九龍城 區 它畫的那條界去到哪裡呢 是去到那個山那裡的 即是在獅子山以下的地方 它就歸入 新九龍 或者就是後來所說的九龍 它就是用那個山來做界 一過了那個山後邊 就真是新界了 它就是用這樣的標準 所以1937年呢 當時政府就認為 咦 不是那麼方便 因為那些人的 九龍城的人走過界限界之後 九龍城這邊就叫做新界人 這邊就叫九龍人 其實那個很模糊 所以呢 還有他們有很多往來的嘛 那這裡又要收這個稅 那邊又不用收這個稅 那你就搞到那些人很混亂 還有那些人如果有得選擇的話 我們全部走過新界那邊住了 即是界限皆以北住 因為這邊不用交 那些人當然是這樣想 即是如果有差距 所以呢 所以就在37年那一年呢 就修例 就把九龍那個管理的範圍呢 就移到去山邊 山邊的意思就是我們今天說的 以當時還沒有啊 就是龍牆到程牆到 即是由深水埗啊 荔枝角那個位呢 那條山路 一路連到下去 那跟著就是下去 駁那個程牆到的呢 即是以那條橫線呢 早期就以那條橫線 作為一個界 這條公路和界限街之間的那個位 就叫做新九龍 後來連那個 那條公路以北的地方呢 都建了樓 所以就後來也都將 總言之就是獅子山以南的地方 就全部都歸入去做九龍的範圍 那這個就叫做新九龍 那有什麼特別呢 在地理上就沒有特別的 是自然的嘛 但是在運作上就有特別的 第一 新界的權益沒有了 即是說如果你本身是 黃大仙捉原那裡住的原居民 那個什麼村啊 那個叫做 岩前圍村 一路九龍十三鄉發展下去 原先以新界的條約來說 他們是屬於原居民 可以按照傳統 享有丁權嘛 他沒有說丁權的 他享有權益而已 但是因為這一條修例的關係 1937年 其實他們是喪失了這件事 所以今天還在爭論這件事 為什麼這麼不公平呢 為什麼會 為什麼我們會喪失這件事 前陣子不是說拆掉那三個 九龍最後那三條村 不是說要拆掉嗎 但是 就是 說這件事 就是因為這個 捉緣等等 那當然沒得罵的了 因為當時法例 他是立例的 改了的了 所以 就 別形成了九龍的 原有的原居民 就沒有了這個權益 所以新界的權益 就真的只能夠在這一排 山以後 就是 後來所說的新界 那些才叫做保留 那這個就是當時的一個特殊的情況 那九龍城呢 其實一直以來 去到1898年之前呢 都還是清朝的 那這一條呢 很容易認的 你認這張照片 記住 上面是獅子山 這個就是九龍城來的 現在的九龍城就是這堆 就是拆了這些農地和屋 就變成了現在的九龍城 那九龍城呢 大概是1920年代前後 就發展的 一九二零年代前後發展 就發展一條街 井井有條的 很容易認的 一會兒給你們看 那這個呢 就很容易認的 就是指這個 在那個山上面呢 有一個三角形的 這個是一個城牆來的 這個是一個城牆 那這裡還有一個城牆 這裡 這個 很清楚 這裡 其實是四方形的 這個四方形的位 就是今天 這個 這個就是今天的九龍寨城公園 九龍寨城公園 後面 按著那個山呢 就做了一個城牆 那 就是 你在地圖看 就好像一個台字 台灣那個台字 這樣 上面三角下面一個口 它的形狀就是這樣的了 那這個形呢 好意思啦 這些呢 後來日本人來到的時候 就拆軌了 就用來建機場 就拿些 最好的了 拆一些石 就丟它到海 又穩陣 所以這些呢 就沒有了 已經看不回了 現在我們去公園 見那些 那些是假的 不要當真 那些是假的 那些是 弄出來給大家看的 好了 這個呢 就在那個城牆 拍下來 這個城牆 很清楚 這個城呢 不是一個商業城市 這個是一個軍人的城市 軍城 債城的意思就是 海軍 駐紮的地方 陸軍 就叫做營 海軍就叫做債 所以它叫債城 就是先有債 後有城 先有人駐守 後來覺得不夠 所以就在外邊加一個城牆 所以這個呢 就不是 我們理解那些大座城市 那些城 是指軍人用的 那些 所以有炮台的 好了 那這個位置呢 現在 你們看到 很清楚 當然是農地 這些農地 就是今天說的 家臨邊道 那些位置就是這些 那這一棵呢 這一棵呢 就應該是那個 法國醫院 那個上帝古廟 就是在這一棵那裡 上帝古廟 就是法國醫院 那裡 就是 就是這裡這樣看出去 那你只能夠去到現場的幻想 沒有辦法的了 那這邊 去這邊就近海了 就是我手上這個位 差不多就是海那邊 這個是在山上 那今天呢 那山呢 當然是改了做那個 是不是美東村 我都忘記了 美東村 就是還有幾排 那些是十層八層樓 那麼高 那一堆 就是那個 台字上面 那三角形 那個位置 那現在 唯一剩下的呢 就當然是 就是侯和廟 侯和廟 就是一直都在那裡 沒有移動過 那麼 除此以外呢 基本上都 拆光了 沒有了 那麼 那麼在 新界其實 拿回來的目的呢 他並不是為了要發展做商業城市 他只是希望呢 作為 清朝 和香港政府之間 一個緩衝區 如果有什麼 我和清朝 政府 如果我和清朝有什麼 吵架 喂 他一下子派兵過來 街逛街 是吧 走過對面馬路 三四個車位 其實我們擋不到 他們很快地沿著尼敦道走進來 半個 就是兩個小時 怎麼都去到尖沙咀 公道過來 香港島其實對 香港島那個防衛來講 是一個 危險的 所以他 在 亞街路街那裡有軍營的嘛 大家記得 但是 如果有衝突起上來 那個軍營都不夠黨的嘛 而且他是長驅直入 所以就想到 啊 長遠來說呢 都是安全起見 將 清朝的範圍 更遠 所以就隔了整個新界 那就很安全了 他就算要打過來 都起碼 走路都走兩三日 才過到來 又要翻幾個山 那 你會有一個 緩衝的嘛 所以呢 原來 新界的目的呢 從來都不是為了 要發展成一個 好像九龍和香港島一樣的商業城市 如果不是因為我們戰後人口多 的關係呢 其實七十年代 是不會想到要發展新界 做新市鎮 當時的衛星城市 其實正正就是因為我們人口多 所以 為什麼新界它零零射射 後來 當然是因為有 新界人的 抗英的事件出現啦 如果不是 可能又不一樣啦 那又因為經過抗英事件 亦都因為它沒有想過要將它發展 大規模發展 所以 後來就決定了 在新界 就用另外一種的方法去管理它 就有成立一個叫做李民府 他的權 李民官的權力 就等於 在新界的港督 是所有的東西 他都可以管 亦都授予它 相關的所有權力 所以李民官是很大的 在新界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官來的 但是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 就是 告訴你 我是用另外一套方法管理 這個地方是借來的 首先 它不是主權 第二 因為他們反抗過 所以也都要用另外一種方法 盡量 在不影響管治的情況下 配合 盡量配合它 用一種懷柔的方法 反正我又不想著要發展 那麼他喜歡打照就打照 他喜歡吃盤菜就吃盤菜 喜歡通山壯就有 通山壯咯 就是基本上衛生治安 財政搞得行的 就有他自己 所以這個 你要理解 這個地方 雖然他跪了進來 但是因為他那個思維的方式不一樣 那麼 反而在 1937年之前 他們已經發展九龍城 九龍城其實是屬於新界的 但是為什麼他要發展這個 因為就是跟九龍的距離太近 根本沒有辦法將它劃分成新界 所以這裡 這裡有說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將它發展成一個豪宅區 那為什麼要將它發展成豪宅區呢 不是因為九龍城特別優秀或者什麼 不是其實純粹因為 因為那裡以前是有個軍營在這裡 這個軍營是中國人的 那因為那個主權是屬於中方 一直以來都是屬於中方 他管不了一回事 沒有人在這裡管一回事 但是理論上是屬於他 那所以他那裡不屬於英國管 他那個管理權 那個主權治權都不是他 所以很多那些貧府的中國人 當他們叫華人 貧府的華人 他一來到香港 沒有地方落腳的話 他第一個想到就是去九龍寨城 躲進城裡 為什麼呢 因為那裡不用交稅 不用交稅 還有 香港政府不可以做的事情 因為裡面他不能管 所以全部都可以做的 不給吃狗肉 不給什麼 那些就在裡面做 還有 當時專門是抗英 或者是 英國政府通緝的人 殺人放火被人通緝 全部只要躲進去九龍寨城 他就沒有負 這個是去到後期 很後期才被 香港政府的警察進去巡邏 這個是很後的事 所以就是很多那些 三筆管的題材 很多那些題材 尤其是經過三次清拆 香港政府有三次要拆它 都拆不了 那就更加壯大了一些 居民的心態 哦 原來呢 英國政府都沒有符的 這個地方 那所有事情 不能做的事情 都可以進去 剝牙 黃綠醫生 總而言之 香港政府說不行的事情 在那裡全部都可以做 慢慢就成為了一個所謂 就是 香港政府管不到 中國政府又管不到 英國政府又不管 不想管的一個三不管地帝 所以有很多那些題材 所以就因爲這些原因 一直以來都是的 只不過後來戰後更加嚴重 所以香港政府和那幫商人 就很刻意 特意在它對出的範圍 就要做一個叫做九龍城 九龍城的一個規劃 大概在1910年代 就已經想到 如何將這個地方發展 他就想到 如果我們用武力去拆它 不行的話 那另外一招的方法就是 不是你有 是對比 你裡面是烏煙瘴氣 所以我就在你外面 對面街 就發展一個新的區域 井井有條 於是就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 人們正常來說 當然喜歡看好東西、好東西 所以日日看著這邊 其實就是今天叫做的 假丙達道 假丙達道對出的街 不是一條條很整齊的嗎 你看一下 先看一下 這些小屋 就是九龍寨城那邊 你看到開面對出近海 就已經開始出現了三層樓高的洋房 洋房 整棟買的 講清楚 不是買單位 是整棟買的 叫做啟德濱 啟德濱 所以今天那條村叫做啟德 就是用回這個舊名 在這個新田海的地方 就建了一行一行三層高的洋房 就叫做啟德濱 因為它在海邊 所以叫做濱 海濱 海濱 就叫啟德濱 那為什麼要做 就是整齊它 你看看外面多少那些 那些 那些 靈樓 你裡面那些 又烏煙瘴氣 又多那些黃賭毒 又爛仔又有 那就形成一個對比 那你見到好東西 你就自然 都不想在那邊住的 那所以呢 就做了這個啟德濱 這個啟德濱 後來蝕水 差不多完的了 我想到 就那時候來講 就投資了下去 後來就爛了尾 所以爛尾 後來就找其他有錢人啊 等等就埋尾 包括河東等等 再找張近鏡 這張軟鏡的 很清楚的 你看到 這個 還在那裡 那堆村落 這個就是九六 即是三十年代以前 還是這樣的 前面還有一些 華人那些 離遠一點 首先離遠一點 就起了那堆 三層高 是別墅 那時候來講 是很美的 很美的一個 設計 沒有了 其中一條街 叫長安街 其中一條要長安街 找到 再看多一張 這張 很清楚 因為很容易去認的就是 如果你看到那個地形 是一條條的 扭乳 即是一條這樣起的 中間有一條很直的路的話 那些就一定是後期人工規劃的 一條一行一行的 因為你方便管理 是的 街豆腐 我們經常講 街豆腐 即是西營盤那個 講過 四方形 東邊 中間 西邊 跟著上面 畫四行 那就四方形 那就井井有條去管理 你們看到這些是這樣的 沿著那條太子道 和戒恨街 那你這裏 就越收越窄 一行行的樓 好了 接著呢 看這張 不是 給華人住的 華人住 不是外國人 外國人不喜歡住九龍的 尤其是這裏 是華人聚集的地方 他們不住的 那這張圖 有什麽特別呢 這張圖呢 其實是 兩樣 兩樣東西來的 第一 底呢 你見到 這些呢 這些先 你先看這些 這些好像魚鱗那樣的東西 其實就是最早的時候 他畫出來的 現實的田地 現實的地 這裏就是有人住的石屋 而你見到這裏 有一些行行虛線的 虛線是指 他預計 現在的地就是這樣 我預計將來 就將它發展成這些街道 所以虛線是一張構想圖 現在這個農地 將來就會變成一條街 所以他用虛線 實線就是他現在有的東西 以及農地 那你說 不懂得看 你先看這個英文 先看這個英文 上面 九龍城 九龍城 這條 搞丙達 是吧 好了 於是來了 看了 這樣看 那你就很清楚了 紅色 是吧 一條條 這一個就是他二十年代的時候 規劃出來的東西 刻意要在九龍寨城 對出 在他對面馬路呢 就將他發展成一條條 現代城市化的街道 這邊的街道 就是 因為以前這裏對出 在這裏對出 已經是海 那些船 自古以來就在這裏上船 所以為何今天在這裏 會挖到那些宋朝的東西出來呢 因為一直以來都是在這裏 那些 村落 根本就是商業的 一個上船 下船的地方 那現在呢 就要在前面 建一個商業的區域 建一個商業的區域 然後呢 很容易認的 這些 你最緊要 首先找到中間那個位 中間那個位 就是今天的街市 岩潛圍獨 打橫這條 中間打橫這條 就是岩潛圍獨 就先找個中間那個街市出來 那個街市 就是那個大概的中心點 你會發現呢 在街市 一路去東邊的呢 就是通常是 賣食物為主的 賣食物為主 還有那些潮州人 泰國人 聚集就是聚集在 街市以東那幾條街 街市以西那邊呢 主要是賣一些 大型一點的貨 譬如說 你還有一些看的 譬如買那些 出入口的衣服 當然現在有些改了 就是舊市 賣一些比較重型一點的東西 不是糧油的東西來的 衣服鞋襪 雜貨 棺材袍等等 那些就在那邊 就是在近西邊的這一塊 那些叫什麼 那條叫做 福魯村道啊 就是那幾條街呢 就是賣這些 好了 然後這個區域去到哪裡呢 這個區域就去到 這條叫聯合道 就是那條街 所以聯合道 賈丙達道 還有下面這條呢 就是 太子道啊 太子道 還有界限街 這條界限街 下面那條 就是這個位 就是它的身畫出來的位 好了 大家 第二天有機會去看 就是 主要站在聯合道看 站在聯合道呢 那裡 應該是一個 有間白街的好像 是不是白街呢 我忘記了 好像是白街 你要站在白街那裡 那條路走進去看 為什麼呢 你看看 對面 對面那些樓 和這邊 九龍城的樓 空間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的那些樓 那些堂樓是 上面住人 下面是店 因為它本身就是 是給商業 不過上面可以住人 相住兩庸 但是你一過到聯合道 望向西邊 你會發覺呢 地下那些是 不會做店 是真的洋房來的 然後再過一條街 就叫做 嘉林邊道 是不是 嘉林邊道 開始一路走過去呢 就是九龍塘 全部都是 別墅 你想想 隔離那裡 三三五岳的地方 其實只不過是隔 幾條街 就已經發展成 華人的高級別墅區域 它刻意要營造這個地方 跟九龍寨城有一個強烈的對比 嘩 為什麼這麼好的 經歐洲人管了它之後 是不同一點 井井有條 你裡面 又沒有水電 又什麼什麼 就是 嘩 在差天共地 減低他們在裡面住的意欲 希望 說了一句 希望 所以你將來 你一定要在聯合道慢慢看 你望進去對面 那些還剩下來的 舊堂樓 那些舊樓 其實你看到裡面的空間是很大的 但是一到這邊 就是真的堂樓式 相對沒有那麼大的 是租房 或者其他那種形式來的 但是對面那些 真的整個層都是他們自己的私人 你不要忘記嘉林那裡 最出名的一個人在那裡住 有一個私人別墅在那裡 是宋美玲 宋美玲在香港休養不是住在半山的 是住在嘉林那裡的 旁邊是九龍寨城 三三五岳 當時她以中國第一夫人的身份 在香港休養那幾個月 戒不死來香港住 道道不住是住在嘉林那裡 即是當時的嘉林那裡已經不是一個 普通的住宅區 而且在她個人覺得 是安全的 你會不會不安全的地方 走去住 或者那些全部都是男孩子 旁邊你怎麼敢去住 你想想她的身份 但是那裡是她的私人別 她選擇在那裡 有她自己的別墅 可想而知那個地方 經過那十幾二十年的發展之後 其實是發展成一個很特殊的一個區域 有高尚住宅區 亦都有華人的一個商業的工商發展的一個區域 那這個呢 看多一張 我們看完就差不多了 今晚 差不多又 厚一點點 這個很清楚 那些地名在那裡 就是剛才紅色線那些 就刻意在九龍寨城 對出這些地方 這些地方 就整了這些街 所以逢是看到這些 很值的地方 就知道一定是後來政府 人工的方法去做的 至於那個啟德濱在哪裡呢 大概在這邊 從這裡一直伸展到所謂的蒲江 蒲江村 一直伸展過去 那邊呢 就屬於啟德濱 就是現在說的富豪酒店 那裡 一直橫掃過去 就是果蘭 那這邊呢 這張舊地圖 不是現在的 就是舊地圖 大概是世運公園 這裡這一堆 就是 不是 這邊 在這個位置 其實當時另外也發展了另外一個區 不過後來因為異戰的關係 就炸了它 就用來填海 就沒有了 但是你要看地圖 你看看 仍然又是有一個 戒鬥庫這樣的形式 那那裡是做什麼東西的呢 就給那些 也都是 有些錢的華人 在那裡住 所以那裡有幾條街的 現在沒有了 什麼宋街啊 市街啊 那幾條街 就是因為它圍著那個聖山 就整了一個四方形 一條條這樣的區域 那這些呢 九龍 不是 新界啊 新界最早被發展 就其實是指這個區域 但是這個區域 後來我們都 全部歸了進去 九龍 新九龍的範圍 那所以現在呢 我們都不記得了 我們都當是九龍 那為什麼突然不覺得呢 因為1937年 他修訂這條條例的時候 根本沒有人有空理它 為什麼是中國打仗的嘛 天天都當然是說打仗的東西 那所以他就在這個時候 推這條條例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一收這塊地 令到有些人 沒有了權益 但是你不覺得的 以前沒有那麼多新聞聽的 天天都在播 哎呀打到來了 打到來了 那他就通過這條法例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 原來我已經 損失了 就沒有了這個權益 沒有人說 完全沒有人說的 原因是 即是報紙 你看回舊報紙就知道 不是很有反應的 即是它有燈 但是大家都沒有空理它 所以呢 就不認知 那 是咯 是咯 就是 起了樓那個是九龍寨城 這個是戰後的 這個是戰後的 因為你們有公共屋邨 上面是有公共屋邨 東頭邨那些有 下面這些就是後來的 就是 這些就是 現在說的 賈丙特道公園 但是裡面 為什麼會建這麼多樓呢 因為這個範圍呢 是港英政府不能夠進去管 所以人人都走進去 潛建 所以反而它更高些 你在這裡建樓 政府可以干預它 可以拆它不給 你看到 你不可以博猛 但是旁邊 政府是奈它不何 那為什麼它不倒塌呢 不倒塌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因為 是的 因為你捱著我 我捱著你 慢慢它的範圍大 所以變成了 在一個底座的形式 好像坐落了 就是互相捱著 它不會倒塌的 如果它只有 一棟兩棟呢 它最高的那些 有十幾樓的 在當時 但是就是因為 互相你捱我 我捱你 這樣就是 所以沒事 互相扶持 現在反而它沒事 那你記得呢 它拆樓的時候 是怎樣拆的呢 是不是 有一個很大的 這樣一個 一個這樣撞過去 整個這樣撞爛它 我想來知道 就是它那個 的 堅固度 那 最高峰的時候 四萬人住 在裡面 最高峰 沒有水的 沒有自來水 有幾個街喉 然後再搏 搏電 搏水 沒有廁所 大部分都 沒有沖水廁所的 所以其實環境是很惡劣 但是就因為它 不用交稅 不用交差 什麼都沒有 所以變了 黃賭毒 什麼 也都幾困難都好 低下階層 首選 就是 去九龍城 然後第二個 就是深水埗 這兩個 你看旁邊已經建好了 公屋了 圍住它 都令我 都令我拆了旁邊 建球場 不是建樓 特地建球場 美化周圍 是唯獨全國區域 這個區域最差 就比 人人 人人都害怕 其他區 區外的人是害怕的 看到這個地方 都不能走進去 以前是這樣 現在又生病 沒有進去看過 沒有拍照 這個 如果還在這裡 你都不敢進去 其實都是一個事實 所以 這個運作 其實在九龍 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 給大家 一個概念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留下個禮拜 不是 下個月 更透明的 就是 更加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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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場 i don'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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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ust wanna understand hello my area i don't know mysteries yeah yeah 그래서 to tibet hanker go oh unjigai hanshaw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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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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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